阿翔的老婆Grace 近日在社群上发文分享说到 当天下午老公打电话给自己 请她赶快回家 问老公发生什么事了也不肯说 挂掉电话的Grace 表示自己根本又飞奔的迅速回家 一回家就看到阿翔抱着女儿雷雷坐在沙发上 并用手压纸巾在女儿的食指上 而女儿的衣服以及家里地上都是鞋子 当下自己真的快昏倒 不过还是冷静的把女儿抱过来 一边安抚她 一边检查手指的伤势 幸好伤口不需要缝 随后说到女儿不知道为什么 拿剪刀剪硬的糖果 剪到自己的手 在缓缓之中 女儿本来打算拿卫生纸 想要把血气擦掉 不过血实在流太多了 最后只好向爸爸求救 一直到Grace进门前 女儿完全没有哭泣 而Grace也询问女儿 为什么当下不敢说出口呢 并表示如果东西打破了 坏掉了都是没关系的 但你们不能受伤 所以不会因此生气的 而女儿贴心说到 因为不想让爸爸和妈妈担心 而且爸爸会很慌张 但妈妈就不会 贴文一出 不少粉丝都直呼 女儿真的太贴心了啦 祝福早日康复啊 不顾 他人都不得问 他人都不得问 你不得问 你ч正好 务应 他们不得问